歡迎回來收看今天 繼續觀看的是家吉七 一名路主建立一間店家賣的東西 將於腳本放在停在樓邊機車的腳本上臨 雖然一名南主是坐在他的機車的公電位 但是這項是偷帶他的包包 雖然南主被警方送辦 竟好給民眾幾重的東西 不可以離開心臂 讓台大有煩安的機會 機車停在中山路 正經到樓後路主建立在上店過門 當時為了貪方便將包包放在腳踏板上 也不是的公店外看 雖然南主在機車附近說手機 也不意為他讓人方便 想知道這個南主說很久的手機 所以來賺機會將包包拿走 那時候被害人 被害人的話他也是發現有這樣的一個狀況 只是說被害人認為就是說 他只是單純坐在他的車子上面 打電話跟抽煙 所以他也沒有屈權來制止 左側右盤見四下無人 手伸進去包包裡面 隨手把裡面的東西拿出來 再放到他的包包裡面 完成第一次的行界行為 事後被害人家煮得很想起 因為讓人方便耍火頭帶走包包 以及馬上報警察班 京皇帝不是去清楚了解 南主的機車就明白停在旁邊 看到機車放到包包 心氣淡沉 故意接著在講電話賺機會行刺 案坦承不會 據我們警察追查的話 他的整個站路的流向 結果他是說丟棄在文化公園的附近 我們通常去找的話 並沒有發現這個包包 於是的話可能被人家拿走 之後的話 裡面的東西 當然就是說被害人的部分的話 也跟犯賢要求相關的一些球場作為 京鳳以請求人同地告案 稅民 雖然屬後有照顧 背上被害人 因為要是要面對 撤卿發辦 京鳳也好 整個部份要隨身保管 不讓我帶到 有機會讓我淘汰